心包太虚 把诽谤当作是善知识 你们现在在世间 所受的物质 实际上就是一个影子 因为你们过去生中做的事情 像影子一样反射出来了 不会高也不会低 你过去做的怎么样 这辈子影子 就怎么样 影子可以缩小变大 但是那是一种幻觉 感觉很小 实际上还是那么大 今天的金字 讲的是现实加上现金 就是说 我们今天援引为真心 真实的心 你这个念字就出来了 就是用你的真心来念 念出你的真心 念出你的善心 杂念的念 也是这个缘分 加上你过去的影子 再加上你自己用心 你这个念头才会出来 意念很重要 犹如是一个侦察兵 一念一起 一念能做好人 你就是好人 坏人就是坏人 能明白真的才能明白假的 当你明白了什么东西是真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 原来这个是假的东西 心念就是用心啊 起心动念 要加上所有的作为 所有的行为 就等于心念 若能打破六尘圆影 则见真心 我们学佛 如果能够打破自己身上的六尘 肮脏的东西 这个圆影 你就见到你的真心了 过去 和尚都喜欢讲一句话 贫僧 就是说 我很贫穷的 他穷的是身体 穷的是肉体 这是一句 超脱人间烦恼的话 我很贫穷 但是 他的智慧 他所修的心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他的智慧 能够达到万得万能 他用智慧 在救多少众生啊 他用智慧 在让多少人得救 多少人开悟 他难道不是万得万能吗 一个真正很贫的人 是里面贫 而不是外面贫 很多人虽然很有钱 可是嘴巴出来的 都是粗话 这样的人 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吗 他贫在里面 他是肮脏的 贫僧 是身体贫 里面的灵魂 是高尚的 因为有了智慧 佛弟子 虽然外表很贫 但 他可以利益众生啊 他可以大到无边 因为佛法这条道路 是没有边的 是无边无际的 佛菩萨 让学佛的人 心包太虚啊 就是心里 能够包容虚空法界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整个全部 是虚空的 全是假的 而学佛人的心里 全部能够包容进去 这是多么的高尚 多么的伟大 不学佛的人 有几个人 能够包容全世界啊 你们最多能够 包容自己的家 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孩子 学佛的人的道德 是真的 所以他已经拥有了 富和贵 他的富 是富在他的内心 他的贵 是贵在他的内涵 富贵 才能体现出 这个人的修养 和真正的 道德水准 而不是看 是否穿名牌 有些人很有钱 穿着真名牌 人家都说 他是假的 因为他内涵的东西 不对啊 钱不是一般人 所能拥有的东西 但是 也不是拥有的人 就能得到 他内涵的东西 而道德的富于贵 岂是一般人 所能做到的 一个人 要有内涵 要规矩 要富贵 师父把你们培养的 出去 要像不像样的 人家一看到你们 就马上感到 你们有修养 这就是 内涵出来了 是修放兴 就是说 当一个人 在做事的时候 在修行的时候 很多诽谤的事情 就出来了 德高毁来 当你德高望重的时候 损毁你的事情 就会来了 使我如是也 就是说 我还是原来的我 就像没有事情 发生一样 因为你德高了 人家来毁你了 因为你把事情 做好了 诽谤的事情 也来了 你呢 还是原来的你 诽谤于我 何损啊 诽谤能够 拿我怎么样啊 当然 我要把它 作为一个 善知识来处理 你们做得到吗 听到 诽谤的恶言 应该知道 这实际上 是在增加 自己的功德啊 今天他骂你了 实际上 就是增加 你的功德啊 人家指出你的缺点 你应该把它 视为善知识 不要去恨它 真正过关的 就是你们这些徒弟了 为什么 骂了还要来 讲了还要来 做错了还要来 才真正有值 哪里跌下去 从哪里站起来 对不对 对 永不放弃 才能修炼成刚 例如 你今天诽谤我 陷害我 我还是这么做 要有恒心 坚信我修心 一定能够成功 这叫信念 诽谤 是成就 我们的善知识 被人家诽谤的人 因为你的忍耐 因为你不理他 但心里感谢他 实际上 你就成就了 对方的善知识 成就了对方的为人 他会想的 我这样做 对不对啊 我是可以给他提意见 但是呢 我应该换个方法 实际上 你把诽谤的人 认为他就是一个善良的 有文化的人 他可以教你很多事情 你听他讲 有什么关系吗 他毁谤你什么了 我们要起 冤亲平等之心 就是说 你讲我好 你讲我不好 我都是这个样 然后能够不生乏人 就是无生乏人 实际上 就是慈悲忍辱的力量 他讲我 我不理他 我一忍辱 我的力量就大了 举个例子 人家在背后讲你 你照样谈笑风生 对方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还气着呢 伤的是他自己 而不是你 你一人如 反而自身的境界高了 你要是跟他吵 你们就是半斤八粮 听人诽谤 应该有怜悯之心 叫怜悯悲心 敬之如大善知识 因为你今天 给我提意见了 你是我的善知识 因为你今天 能指出我的毛病 你就是我真心的朋友 没人敢讲我的毛病 就你讲了 你就是好人 人家讲你不好 你就把它当成是 好人在帮助你 开心吗 开心了 就算他讲错了 你也想想 他是为我好 你对孩子 都会有这种要求 妈妈今天给你讲 你必须要听 妈妈是为了你好 那你是否希望 孩子对你说 妈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因为妈妈这颗心 是永远无私的 谁讲你不好 你就尊敬他 诽谤之音 如风之吹行 当人家诽谤你的时候 实际上就像耳边风吹过去了 人家骂你 搜 像风一样吹过去了 你还把风抓回来 好啊 你骂我 这个风抓在手里 什么都没有的 人家骂你 搜 你听过就算了 那才叫 有修养 有智慧啊 恶风吹过来的时候 傻瓜才会去把恶风抓住 还变个礼 你说我什么了 我是这样的吗 还死抱着 这股恶风不肯放掉 师父教你们一个窍门 诽谤的声音是空的 声音过了 就没了 你把不好的声音 硬要留住 不要走 我跟你便离 傻不傻 很多人耳朵听不清 或听不见 也很好的 因为听不见就过去了 听见了 就生气啊 很多人吵架的时候说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他不说了 我没说什么 就不吵了 他听见了 才会吵 师父讲的 是不是人生哲理 人活在人间 要有智慧 要有质量 谁不被人家讲 讲了 就讲了 讲过就算了 声音是空的 性本无法 人的心 本来就是没有的 所以你的声音过来 也是没有的 你骂我 你打我 你诽谤我 都无所谓的 我还是我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有一个词叫 避风头 你把这个风头 避过去了 人家骂你 这股恶风来的时候 你赶快躲开啊 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 曾被称为 忍辱仙人 他成为佛祖之前 在天上下来 成为忍辱仙人 他可以让人 随便割他 他毫无怨言 一个人要忍辱啊 师父每次给你们上课 都说要忍辱 为什么你们现在 徒弟出来 像徒弟了 上个星期 有几个人要求 做师父的徒弟 问台长 有什么要求 师父讲了第一点要求 这个世界是空的 你要想做徒弟 首先的条件是 你没有对的 永远是错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空的东西 是假合而成的 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争的 这人间所有的东西 都是假的 你去争什么东西 要记住 以正指正 不得指 唯有人 能指正 此法 实乃珍贵 就是说 在和人争论的时候 想用争论的方法 去停止它 是停止不了的 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一个人忍耐 就不会再吵了 这个方法 是非常珍贵的 做人不要去争 连这个虚空世界 都是假的 争来的 能有真的吗 如何得到安详 现在不是 很多人说 得不到安详吗 要豁达 淡薄 要开朗 把名利 看淡一点 要顺应自然 随缘 你就会得到安详 我们人生 天天无常 无常 就是变化 今天好 明天不好 面对人生 无常的境界 我们要将痛苦 忧伤 降低到最低点 明明碰到 不好的事情 你要把痛苦和忧伤 降低到最低点 你的每分钟 每秒钟 尽量让你身上 得到喜悦 满足 安宁 来填空 然后 意念中长存 我没有不满 我没有怀疑 我没有抱怨 我在心里 藏着感恩 这才会得到 真正的 安详 我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